第四百四十四集 靖红尘一路上都没有怎么开口 只是默默地催动着他的飞行混倒器 霍玉浩默默地检查了一下 那枚星光蓝宝石戒指内的东西 他只能用目眩神迷来形容 实际上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靖红尘最后会拿出这么多东西 诸葛神弩的触发装置虽好 但实际上却是无论如何 也值不了这么多珍贵材料的 百分之二十 实际上霍玉浩已经能够满意了 如果今天靖红尘不来找他 他也一样会去找靖红尘 同意他的价钱 却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但与此同时 对于靖红尘的大方 霍玉浩心中也有了一丝警惕 数个时辰之后 在靖红尘准确的定位之下 他们来到了双方早已确定好的交换地点 靖红尘带着众人缓缓滑落 另一边史勒格学院的人早就到了 前来完成交换的 依旧是史勒格学院五魂系院长严少哲 与严少哲一同前来的 还是史勒格学院魂导系院长先灵儿 两大院长竟是一同历临 可见对于这次交换的看重 不过来的也就是第二位 其他的就都是这次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交换生了 孝红尘和孟红尘看上去变化都不大 毕竟他们在开始交流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 不像霍宇浩正好处于青春发育期 这兄妹二人的眼神都变得更凝实了 他们第一时间就将目光落在了霍宇浩身上 霍宇浩却是面带微笑 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红尘堂主 我们又见面了 严少哲笑眯眯的走上前 他虽然是向静红尘说话 但目光却落在了霍宇浩身上 尽管霍宇浩在身材上变化不小 甚至连气质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但严少哲自然是不会认错人的 精华内敛 眼神朴实无华 看样子这小子的进步逐是不小啊 心灵的眼神就要比严少哲更热切得多了 他也比严少哲更清楚 霍宇浩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为史雷克学院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 他凭借自身的能力 让史雷克学院魂岛系进化千年 静红尘绝对想不到 他们明德堂和日月皇家魂岛式学院 大量的魂岛系图纸 都被霍宇浩通过精神力进行了完美复制 经过史雷克学院魂岛系自己的研究和制作 这两年多来 魂岛系已经有着质的飞跃 可以说 霍宇浩是史雷克学院的英雄 颜岳长 你好 风采一旧啊 静红尘微微一笑 走上前和严少哲二人双手向往 两个老狐狸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如果是不知道的人 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多么要好的朋友 严少哲微笑道 哈哈 红尘堂主 您的孙子孙女儿 我可完整的给你送回来了 这两年多以来 他们的进步很大 勤奋好学 我很满意 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交流学习 静红尘呵呵一笑道 哈哈 我们回去商讨一下 看看能不能将这份交流变成常态 如果是那样的话 相信对我们两所学院发展会更加有利 那我就静后加音了 严少哲松开静红尘的手 两人都是向对方微笑视力 也同时朝着几方的人比出了手势 樊宇带着霍玉浩等人 快步来到两位院长身后 笑红尘 孟红尘那边也是一样 各自来个疑行换位 两年半的交流学习 双方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 又有多少收获 都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而这一刻交流学习终于结束了 告辞 静红尘似乎不愿多留 向严少哲和仙怜两位院长打了声招呼后 带着自己这边的学员们 释放出飞行混倒器 就在这城市中直接飞升而起 直奔高空而去 也不怕引人瞩目 严少哲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远处天空 这才收回目光 面对微笑的扫射的一周 完成了这次交流学习的学员们 孩子们 混淆回家 简单的一句话 却受得所有混倒器学员们 心中暖融融的 甚至有人都已是热力盈眶 是啊 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严院长 我有点事想和您说 霍宇浩快步走到严少哲身边 低声说道 嗯 从辈分上来算 同为木老弟子 霍宇浩 还能算得上是他的小师弟呢 更何况 这两年多来 霍宇浩为了学院付出了多少努力和辛苦 又带回了多少珍贵的资料 他也是清楚得很 霍宇 你带大家进到那边的酒店中吃点东西吧 咱们不像静红尘那么着急 吃了东西在上路不吃 好 霍宇现在已经是资料学院混淆系副院长了 也是海神歌中的一员 地位和以前大为不同 其他人走了 就只剩下严少哲和仙灵儿 严少哲和颜悦色的道 玉浩 什么事啊 你现在可以说了 柔和的精神波动悄然出现 也未解严少哲如何动作 一层皱眼难辨的精神力 就已经将他们三人笼罩在内 哪怕有人就在一旁 也无法听到他们的谈话 不愧是超级斗罗呀 哪怕是身为精神系浑事的霍月号 也自问做不到严少哲院长 这样对精神力如此精微的操控 严院长 萧院长 是这样的 我觉得明德堂很有可能会对我们不利 在回城的路上动手 哦 那静红尘难道不要脸皮了 严少哲有些不信的道 他就是太有脸皮了 在回来之前 我卖给他一份设计图 要了个高价 敲了他许多珍稀金属 当时他很不舍的 但今天我们离开之前 他还是同意了 并且没有再讲价 我看他很可能会在途中对我下手 夺贵那些东西 严少哲很是好奇地问道 玉昊 你究竟从他那里敲了多少珍稀金属 他堂堂日月帝国名的堂主 这点气量都没有吗 还有你卖给他的设计图会不会 霍玉昊黑黑一笑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严少哲和仙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严少哲强忍着笑意 呵呵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坏了 你要是把人家红尘堂主 切出个好歹来咋办 来 让我们看看你的收获 霍玉昊将手指上那枚星光蓝宝石戒指摘下来 没有低个严少哲 而是给了仙灵儿 毕竟 对于这些制作浑倒器的稀有金属 仙灵儿更为熟悉 仙灵儿接过戒指 精神力只是在里面略微扫了一下 顿时花容失色 一脸震惊地看着霍玉昊 玉昊 你不会是抢了明德堂的秘密仓库吧 这 这也太多了 天哪 这些东西的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估量 难怪你会猜测他们要动手 这换了我 恐怕也会忍不住动手啊 给我看看 严少哲从仙灵儿手中接过戒指 他虽然不懂什么珍稀金属 但眼力还是有的 精神力进入戒指内 他感受到的是极其浓郁的能量波动 还有那一大片的流光异彩 干得好 严少折惊戒指递还给霍玉昊 脸上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 我很期待 红尘堂主用您的设计图 制作出来的东西 的时候的脸色 哈哈哈哈 心灵儿没好奇的道 别笑了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这些孩子们安全回去 静红尘不发动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玉昊 你有什么建议 换了是别的学员 以任少哲的身份 怎么可能去问其意见呢 他这么一问就已经将霍玉昊抬高到了一个与自己近乎齐平的高度了 完全是征询的语气 而不是简单的询问 霍玉昊沉吟道 我看 我们分开做比较好 他们的目标是我 甚至还有两位院长 那我就和两位院长一道 这样一来 只要他们有所行动 必定会是针对我们的 而且为求一击必杀 应该不会分兵 毕竟 其他人对他们来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分开的话 我们只有三个人 无论怎么行动 都要灵活得多 如果和我的同学们走在一起 就必须要注意保护他们 他们反而更危险 严少哲点了点头 好 就按你所说的 于昊 你为学院做出的贡献 我们都看到了 经过灵儿提醒海神阁会议讨论 所有苏老们遗址通过 特批你进入海神阁 虽然这是排名最后 但你却创造了进入海神阁的年纪记录啊 霍宇浩一呆 他没想到学院 竟然会给自己这样一份巨大的荣耀 野院长 我 严少哲拍拍他的肩膀 以后你就叫我一声师兄吧 这辈分可不能乱了 否则的话 老师在天之灵 也不会原谅我 这两年多来 哭了你了 霍宇浩用力的摇了摇头 脸上不可遏制的流露出激动之色 海神阁 那可是海神阁呀 他从未想到过 自己竟然能够这么快的进入海神阁 事实上 在讨论上 让霍宇浩进入海神阁这个问题的时候 海神阁全体肃劳 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 哪怕霍宇浩今年才只有17岁 而霍宇浩能够进入海神阁 与穆老也没有半分关系 完全是凭借他对学院所做出的贡献 才得到了这份奖励 1376份图纸 这就是霍宇浩带给学院的功绩 也代表着1376种混导器的制作方法 这些图纸 完全撑起来一个史勒格学院混导系 史勒格学院是丝毫不缺少资金的 对于原属斗罗大陆三国来说 稀有金属的匮乏 是发展混导器最重要的瓶颈 而史勒格学院却在这方面情况好得多 一个是因为财力 另一个就是因为史勒格自身的结构问题了 史勒格学院完全掌控了史勒格城 拥有自己强大的商会 这些商会早已渗透到了日月帝国之中 稀有金属虽然属于战略物资 很难买到 但也绝不是毫无办法的 最近这两年来 伴随着霍宇浩不断传回图纸 整个史勒格学院混导系 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虽然还不能和日月皇家混导式学院相比 但却节约了大量的研究时间 霍宇浩单经节律地画出的图纸 现在都已经进入了海生阁藏书楼 原稿更是被珍藏起来 作为了史勒格学院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 而霍宇浩也如同雍雄一般 被写入了学院历史之中 仙灵儿微微一笑 一号 这是你应得的 但这件事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好 我们还不能对外宣布 一个是为了保护你 另一个 你目前还是学院的学员 等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你就可以正式从内院毕业了 霍宇浩呆了呆 可是我还没完成监察团任务 严少哲和和小道 你完成的这些 已经是十倍于监察团任务的量了 老师在去世前就跟我谈过 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学院不能成为你的职业 而只会作为你的后盾 你们堂们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吗 那才是你发展的舞台 不过 这届大赛 你可一定要拿个冠军回来 我们都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 这几年 一直刻苦学习魂倒戏方面的知识 修为没有落下吧 霍宇浩信心十足地道 我已经五环了 严少哲眼中 流露出一丝震惊 五环 你已经五环了 这么快